关于宝宝两岁晚上是否要把尿,一直颇受争议,有的父母想省事,给孩子一直穿尿布湿,还省得孩子尿床,但是也有些父母认为,一直用尿布湿,影响孩子自主尿尿,所以晚上起来给孩子把尿。 那么下面就来看看两方的看法吧。 正方,两岁的孩子需要把尿,其一,有的宝宝对尿布是显得很抗拒,即使宝妈强制性的给宝宝穿上,坏的时候还是显得很不配合,哭闹加上身体的扭动抗拒,让宝妈有点无所适从。 这是因为,宝宝可能觉得穿上尿布湿不舒服,而且拉得偏偏和尿也都粘在屁股上,又粘又臭,让宝宝很难受。 其二,把尿有助于身体发育,喜欢用尿布湿的宝宝会随时排尿,停用的话,会导致宝宝尿穿尿裤子。 而把尿的宝宝已经学会自尽控制自己的大小便了,还可以联系宝宝的膀胱处尿功能,即使没有尿布适合尿布,也不用担心宝宝会尿床了。 其三,可以预防习惯性尿床,很多宝宝到了一定阶段就会尿床,而把尿,恰恰可以预防尿床,把尿可以锻炼放到膀胱上的肌肉发育,久而久之。 宝宝一有尿力,就会自己下床尿尿了,反方,两岁不需要把尿,其一,用了尿布湿,宝宝和妈妈都好睡,家里有老人的,肯定会坚持给宝宝用传统的尿布,而年轻妈妈觉得尿布湿好看还方便,条件好了,为什么还用尿布啊? 而且冬天的话,用尿布湿更方便,防止把尿避免孩子着凉。 其二,我家宝宝不爱被把尿,有的宝宝有点作,可能是因为紧张或者调皮,父母一把尿就哭闹,故意不尿,放到床上把尿了。 任凭宝妈指出各种分散宝宝注意力的办法都不奏效,所以只好用上尿布湿。 其三,宝宝的也尿次数太多,两岁的宝宝藏光尚未发育完全,容量小,所以还尿次数多。 如果把尿一玩上,不知道要把多少次,十来次的都有,太影响宝宝和家人睡眠了。 把尿太浪费时间和精力了,所以在宝宝这个年龄阶段还是背上尿布湿为好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。